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预测数据显示 2023年全球晶圆厂设备支出预计 将从2022年创纪录的980亿美元同比下降22%至760亿美元 到2024年复苏,同比增长21%至920亿美元 报告称,2023年的下降将源于晶片需求疲软 以及消费和行动装置库存的增加 明年晶圆厂设备支出的复苏将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2023年半导体库存调整结束 以及高效能运算HPC和汽车领域 对半导体需求增强的推动 按照地区划分 SEMI预计台湾将在2024年 保持全球晶圆厂设备支出的领先地位 投资额为249亿美元 同比增长4.2% 其次是韩国为210亿美元 中国支出将排名第三 约为160亿美元 与2023年的投资相当 随着越来越多的供应商提供代工服务 预计方坠厂商将在2023年引领半导体扩张 投资额为434亿美元 但同比下降12.1% 2024年为488亿美元 增长12.4% 预计2023年 记忆体将在全球支出中 排名第二 尽管同比下降44.4%至171亿美元 2024年记忆体投资将增至282亿美元 晶圆厂设备支出下降 与美国去年10月 对中国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措施 也不无关系 其同时还宣布 对韩国和台湾企业 实施全面许可政策 三星和台积电被推迟一年试用该法律 许可期限到今年10月 如有需要可能会追加延长 美国商务部在3月下旬 公开了有关政府补贴支付的详细规定 其中 晶片法案资金接受者的限制 包括对在中国和俄等国扩张投资的限制 美商务部官员表示 晶片与科学法将禁止获得美国资金的半导体制造商 在中国将先进技术的产量扩大5%以上 将传统技术的产量扩大10%以上 该部门还概述了新的限制措施 其中包括将半导体制造商对中国先进产能 投资的支出上限设定为10万美元 据路透社报道 韩国两家记忆体厂商可以申请美国资助 三星正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造一座晶片工厂 耗资可能超过250亿美元 而SK海力士的母公司SK集团去年宣布 计划向美国晶片行业投资150亿美元 根据该晶片法 三星电子与SK海力士 可以获得美国政府提供的补贴 然而由于法案中有护栏条款 规定接受美国政府税收抵免或补贴的美国和外国企业 接候10年内不得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 建造尖端半导体设施或追加投资 而三星和SK海力士在中国均建有晶片生产工厂 其中三星电子在中国西安和苏州设有晶圆厂 一名消息人士称 还不确定三星SK海力士获得中国所需晶片设备的 一年豁免在10月到期后会发生什么 三星和SK海力士表示 他们将重新审视公告的细节 韩国工业部表示 美国拟议的资金接受者规则将中国先进晶片产能 以晶圆为单位在十年内的增长限制在5% 而成熟晶片产能的增长则限制在10% 且不限制对现有设施运营所需的技术和工艺升级或设备更换的投资 如果接受补贴的公司违反了这项护兰条款 美国政府就会立即收回补贴 另外也不再提供高达25%的在美国投资的税收减免 美国媒体和专家指出 三星电子接候在中国扩张半导体工厂将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美国商务部半导体法项目事务局长对此表示 护兰条款有助于防止恶意主体 获得可以针对美国同盟国和伙伴国家使用的尖端技术 他主张这一规定也符合韩国的国家利益 该局长还强调 护兰条款可以帮助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国家协调 以加强世界的供应链恢复力和多样性 在合作的过程中促进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 美国商务部高层官员表示 他们理解部分企业为了维持业务 有必要升级技术水平 如果企业遵守出口管制 并得到出口管制机构的许可 就可以进行这种升级 该官员表示 他们非常重视与韩国的关系 韩国的半导体企业在世界上是最重要的 因此真心希望外国投资活跃于美国半导体产业 韩国媒体全球经济发表文章称 美国商务部根据晶片法案规定 如果接受美国政府补贴 未来十年在中国的半导体产能扩张 不得超过5% 三星电子 台积电和英特尔 被列为三大受害者 这三家公司都在中国运营半导体工厂 洛杉矶时报则称 三月底更新的晶片法中 包含的护栏额外的条款 新的限制规则如果通过 将给头部企业台积电 三星电子和英特尔公司 施加更大的压力 他们都在中国开展相关业务 彭博社称 一位熟悉该规则的官员表示 虽然拟异的规则限制了制造扩张 但如果公司从商务部 获得出口管制许可证 那么资金接受者仍然可以 对现有设施进行技术升级 以生产更先进的半导体 韩国方面对新的限制规定 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韩国工业部随后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对于韩国公司在中国运营的生产设施 预计维护部分扩建以及技术升级 将继续成为可能 随着技术的升级 每片晶圆的晶片数量可以增加 这可能会根据企业战略 进一步扩大生产 韩国KBS对此报道称 针对美国晶片与科学法拟定的细则 韩国政府表示 这避免了最恶劣的情况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认为 韩国企业不仅可以维持和部分增设 正在中国运营的半导体生产设备 还可以进行技术升级 不过 韩联社分析称 虽然韩国半导体企业此次避免了最坏情况 但美国对中国半导体等高科技新限制 仍在紧锣密鼓进行 目前 韩国半导体企业在美投资设立的工厂 即将获得美国政府的资金 未来美国随时可能拿这个说事 其他受影响的公司 是日本的尼康 东京电子和荷兰的艾斯摩尔公司 艾斯摩尔此前承认 公司约15%的营业额受到影响 日本媒体则称 美国针对中国半导体制造业的打击 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不过中国貌似也并不是没有牌可以打 据Thom's Hardware报道 英特尔在2022年2月宣布 以54亿美元收购Tower Semiconductor公司 显而易见 英特尔通过收购Tower可以实现多个目标 首先 它将获得一家拥有数十家中式客户 和稳定收入来源的半导体合同制造商 这将是对公司现有 IFS客户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其次 它会让晶圆厂拥有大量 被广泛采用的成熟工艺技术 第三 它将获得一支经验丰富的高管团队 他们在合同晶片制造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这也是英特尔目前所缺乏的 当初英特尔开始推进收购Tower的提议时表示 预计将在12个月内完成交易 由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仍未批准 该交易在公告后超过13个月仍未完成 但英特尔仍然乐观地认为 它将在6月底之前接管Tower 英特尔以色列公司3月中旬发表声明表示 虽然英特尔继续努力在2023年第一季度完成收购Tower交易 但交易可能会在2023年上半年完成 具体取决于某些监管部门的批准和惯例成交条件 随后该公司强调 将继续努力在3月前完成交易 但交易可能要到今年6月底才能完成 对此一名业内知名半导体行业专家指出 如果中国监管机构对英特尔申请进行拖延 则可能重演高通收购恩质谱失败的一幕 英特尔将无法最终完成收购 英特尔收购Tower正在经历各国反垄断审查 如中国政府否决该交易 将对英特尔战略转型造成重大打击 甚至可能迫使英特尔退出晶片代工制造业务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